寒窗古独师二伞一招高考丁乾坤 每年的高考结束都会出现一些一招沉迷的状元 当然其中有些是多转出来的或者说被神化了的 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中国高考史上最真实的分数最高的那些状元 冯宇宁 2005年以高考729分的成绩成为陕西省理科状元 其中语文141数学150英语141理宗297 冯宇宁1986年出生在陕西长武县亭口镇的农村家庭 家庭条件非常艰苦 冯宇宁的姐姐们很早就出学了 将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 冯宇宁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因为她知道姐姐们都渴望上学 所以她必须有出息才能让一家人的心血不白费 她的成绩也一直非常好 2004年冯宇宁满怀信心的参加了高考 但成绩并不理想 当然这只是冯宇宁认为的不理想 她考了675分 比理想中的北大差了14分 经过深思熟虑 冯宇宁决定复读 在2005年的高考中发挥了优异的成绩 不仅以729分的傲人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 而且也成为陕西省理科状元 冯宇宁一路拿到了不慎学位 近乎多家大公司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 她却选择回西安创业 她说北京房价太贵 安家立业成本太大 无论是曾经的状元头显 还是后来的博士头显 虽然她在平凡人的眼里 就是非同凡想的存在 但这些仍让无法掩盖 冯宇宁家境贫困这一事实 若是选择留在北京 就不得不面对北京高房价的现实 然而回西安工作离老家不远 可以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 未必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而且西安的房价比北京低很多 最终冯宇宁选择回到西安 创立了自己的教育机构 现在已经成家立业 生活得很不错 2004年山东烟台二中学生王瑞鹏 以749分的总成绩 获得山东省理科状元 临满分仅有一分之差 这里解释一点 王瑞鹏实际的高考 卷面分数为729分 加上他在国家竞赛中得奖 额外加了20分 因此他的高考总分数为749分 王瑞鹏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 父母虽然是老师 但是对儿子的教育却很自由 没有为他频繁的报补习班 而是让孩子凭借喜好来学习 王瑞鹏高考神话的事迹被传播后 他本人也曝光在公众视野中 人们除了感叹王瑞鹏的喜人成绩 也有人对他的长相指指点点 开玩笑说 要长成这样才能当上状元吗 作然外界对王瑞鹏长相 存在着不和谐的声音 但这一点没影响他的自信 凭借如此傲人的成绩和表现 王瑞鹏被清华录取 进入大学后他也没有侍宠而交 仍然潜心学习 身边的同学们经常用怪物这个词语形容王瑞鹏 他已经如此聪明还这么努力 用废寝旺识来形容毫不夸张 同学常感叹 你这样叫我们怎么活呀 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出国留学 学成归来后进入了中科院工作 由今王瑞鹏高考山东省 状元的光环逐渐消失 关于他的消息并不多 河南的神童 何碧玉是2000年河南理工科状元 也史无前例成为了史上唯一一个满分的状元 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当年他年纪14岁 确实可以说是河南高考历史上的奇迹与神话 何碧玉 1985年12月2日 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 父母都是工程师 他的名字取自一碧万青 欲如余成 表达了父母对女儿的美好祝愿 何碧玉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天分 一岁能识字 三岁能看书 何碧玉上小学的时候 他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就远超同龄人 小学五年级时 老师便发现自己已经教不了这个孩子了 这是新乡意中开设了少年班 于是老师便给何碧玉家长 提了让何碧玉进少年班的建议 十岁的何碧玉 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河南省 唯一的超常教育实验班 与三十多个智力超群的小神童一起上课 之后他用四年的时间 学完了小学六年级和初高中七年的所有课程 2000年7月 14岁的何碧玉 参加河南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结果以满分的成绩 一举夺得河南省高考理工科状元 被清华大学生化专业录取 2004年从清华毕业后 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留学 2009年24岁的何碧玉 成为美国博士 获得神经科学博士 2016年进入美国纽约大学 医学院神经学系 任助理教授 杨陈玉 2019年广西理科最高分 总分730分 数学和英语双量满分 语文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140分 理综290分 他创下广西恢复高考以来 理科总分最高分记录 在广西省引起了轰动 这样的成绩已经不需要额外的加分政策了 虽然杨陈玉也有 杨陈玉出生在广西南宁的普通的小康之家 他除了学习好还有两个爱好 一个是书法 他的字写的不错 逢年过节经常有人请他写对联 后来他当上状元 逢年过节向他讨对联的人更多了 都想沾上状元郎的喜气 杨陈玉的另一个爱好是科幻 小时候经常看一些科普读物 这让他对理科知识十分的着迷 他曾三次参加全国高中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和数学竞赛 据获得广西一等奖 2018年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全国总决赛会赢牌 杨陈玉创下广西恢复高考以来 理科总分最高分记录 随着新闻的传播和发酱 大家终于认识了这位状元郎 发现他不仅实力爆表 颜值也爆表 于是他被戏称最帅状元郎 还有网友说如果放在古代 怕是要被招取当驸马了 杨陈玉小时候的志向就是考清华 2019年如愿进入清华的值班 全称人工智能学堂班 他的创办者就是中国著名计算机领域的 泰斗中国科学院史姚七智 2019届的值班 杨陈玉的同班同学就有围棋少年 柯杰 四川省高考状元张佳杰等 30名学霸 也是真正的群英会翠 河北石家庄二中的考生孙浩宁 在2018年以裸分734分成为河北省理科最高分 其中语文140分 数学150分 英语148分 理综296分 总分高达734分 仅丢分16分 堪称是文取新下范 目前是整个河北省最高分数的记录保持着 并且他考的还是最难的全国医卷 要知道 这类高考卷 全国连700分以上的都没几个 在接受采访时 孙浩宁却说自己还是失误了 李宗少拿了两分 孙浩宁在学习之余 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游戏 他表示可以通过玩游戏的变换莫测的时局 提升思维能力 爱玩游戏 从不去辅导班 他玩中带学 学中带玩 孙浩宁在高考分数下来后 进入到清华的经济系 到了大三 他已经确立了直播经济系的目标 孙浩宁说 我感觉自己好像能在学术这条路上再走一走 2015年来自西安铁一中的霍柳荣 以729分 夺得陕西高考理科投名 其中语文140分 数学150分 李宗293分 英语146分 这个成绩比霍柳荣预期的还高 他说高考完我自己估分在710分左右 没想到成绩竟然比估分多了近20分 他很谦虚的说 获得理科第一是有运气成分的 我觉得其实前10名的学生成绩都非常优异 高考考第一真的有运气的成分 霍柳荣生于1997年 自小成绩就十分的出色 他的父母说 这个孩子学习全考自觉 没怎么让父母操过心 霍柳荣是学霸 可不是书呆子 他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喜欢音乐 喜欢演讲 喜欢辩论比赛 他尤其喜欢足球 是球队拜人的粉丝 他经常参加学校各项活动 高三的元旦联谊会上 他还表演了舞蹈 他的同学这么评价他 现在女生优秀起来非常吓人 他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几乎学校里的各项活动 都有霍柳荣的身影 更有趣的是 他还是班上的段子手 他的幽默能力也是一流 所以他被同学称为霍神 霍柳荣自己也说 我不偏课 可以学理 也可以学文 霍柳荣高考成绩出来后 清华北大的招办工作人员 都积极做他的工作 希望他填爆他们的大学 霍神最后选择了清华 以后想从事科研工作 有同学跟他开玩笑 说他浪费了文科才华 霍柳荣说 如果觉得科学家不需要艺术才华 这是一种误解 其实真正优秀的科学家 都很有艺术才华 赏赫阳 2022年的云南理科状元 他的语文136分 数选146分 英语148分 理中292分 外加学业水平分22分 单看每一课的成绩都让人羡慕 典型的六边形战士 没有一门客室软肋 他的总分744分 已经突破了云南高考历史极致 距离满分 不过相差个位数而已 为往后的考生又树立了一个遵循的目标 都说现在的教育资源都被大城市拿走了 小地方 尤其农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很少了 所以现在寒门子弟都想靠读书 改变命运很难 赏赫阳却用自己的努力 驳斥了这句话 他来自云南的四线城市 曲靖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 就读曲靖一中 曲靖是一座2022年GDP 不到上海十分之一的西南小城 高考成绩却拿下群国第一 事实上 2022年高考曲靖一中除了赏赫阳被清华录取 还有21人拿到了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朱炳玉 2012年以730分的优异成绩成为天津 离科状元 朱炳玉觉得自己不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 平时他的成绩在班里大约是第五名左右 之所以在高考中成绩大爆发 可能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心态比较好 他说高考时我根本没让父母接送我 就骑着自行车自己去赶考 也尽量不让他们在饮食起居中对我的特殊化照顾 就只当我是去参加一场普通的考试 可能正是这种平常性反而让他超常发挥 谈到高考秘诀 朱炳玉反对提海战术 他觉得高考前一周的复习很重要 既不能做题太多太杂也不能完全放松 要保持一个松紧适中的状态 他说这可能是我能超水平发挥的重要原因吧 他最后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录取 这位状元相当的低调 现在的发展不得而知 听到这里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这些状元轻益色的进了清华大学 如今教育部三令五升严禁炒作高考状元 但这似乎并不能减少人们的好奇心 人们想尽办法疯狂暗示 他就是状元 比如改说考得比较好的两个人 好像什么都没说 但是大家都懂的 所以以后没有高考状元 但有两位考得比较好的同学 久汉冯甘雨 他相遇故知 洞房花竹夜 考得比较好 这里是友尔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